民养服务是联邦政府设立的一项健康医疗计划 它是为患有不治之症,而且病情已经到末期 医生估计,按照病情恶化的正常进展 生命只剩下6个月或以下的病人特别而设计的福利 病人如果持有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医疗保险 接受宁养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如果是使用其他医疗保险,那就似乎个人投保的计划而定 宁养服务的重点在于为病人舒缓痛处和减轻其他不适的症状 而不是提供末期病症的治疗 宁养服务鼓励病人和家人积极地面对人生 明白生老病死是必然的人生过程 让病人和家人都能坦然地对待生离死别的事实 让病者离世的时候走得更安心 营养服务是由一组受过特别训练的专业人员负责 这组人员包括病人的主诊医生,明养服务的医务主任医生,明养服务注册护士,护士助理,社工,心灵辅导员和义工等等 他们在评估病人以后一起制定一个照顾病人的计划 让他在余下的每天都能够过得更舒服,更充实和更有意义 离世时可以保持个人的尊严,安详地离去 营养服务不仅帮助病人,而且也关心病人的家人 他们支持和协助家人去照顾病人 病人去世后,营养服务继续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,为期至少一年 以确保家属能够从哀伤中渐渐解脱出来,重过正常积极的生活 感谢大家收看这段录影 您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营养服务的资料 请收看以下一节录影 谢谢 谢谢